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黑频道 先感谢先感谢一下 为什么因为之前前几期节目 做了几期比较娱乐化的周南海听床的节目 在这里非常感谢各位观众的包容 特别我是看了有一位观众朋友留言 特别暖心 老黑你也可以适当的打打鸡血 我们都懂 但是我就是说我听床 我就说听床第一句号就说 这些节目是娱乐听床节目 如果说您时间很赶 您就不用在我这期节目上面浪费时间 如果说您稍微时间宽余一点 你听个三五分钟捧个场 我是十分感谢的 好 这是开场白 那么咱们也得聊点实际的事情 先分享前几天一位网友 他跟我沟通的一个事儿 他当时正在出国 正在往机场路上 他跟我聊出国怎么怎么样 我说你现在你赶紧 咱们聊天结束之后 你就把telegram 你把油管 你把推特能卸载的全部都卸载了 包括什么微信是吧 有没有之前发过什么不好的一些敏感的话题 全部都删掉 我再三叮嘱凡是我能够想到的国外的软件 我跟他说你全部都卸载掉 因为现在一个不小心 你在机场 他们是真的捡护照 这不开玩笑 之前还说什么窗口期不窗口期 现在这哪还有什么窗口期 现在你出个国 你真的你搞的就和闯关一样 本来你是大大方方拿护照 有着什么欧洲美国的签证 你可以大大方方出去的 但是现在搞的关口海关 他给你捡护照了 这不开玩笑了 这个窗口期已经没了 已经停了 咱们可以来看一下网友的一些信息 分享的信息 什么某某微信群 所有人T1航站楼加大国际航线安检 审查的力度 发现疑似国际航班可疑人员带到警务 警务室里面 凡是出现仇国仇党情绪的不予出境 不让你走 如行李中出现别国的永居卡 大量的外币 别国的储蓄凭证等等 凡存在恶意出境动机的一律当场 教会各分队领导夯实工作 严抓审查过程 严防漏网之鱼 你说这里有一个凡是存在 恶意出境动机的 什么叫恶意出境动机 我有护照 我有签证 我有钱 是吧 我正常我出国旅游也好 我还是干嘛也好 怎么就成恶意出境了 就不让你出境 捡护照 这个捡护照之前曾经说过 这个真的是不开玩笑 现在是真的捡护照了 你看这里的网友是怎么说的 今天那条微博被伤了 原说的是现在已经停止换发护照 停止换发护照 不给你护照了 也没有旅游签证 短期内大约三五十年 哪还要三五十年 你出国旅行就不要想了 然后他这里就分享了一下 他的妈妈1998年第一次出国 然后出国之后 把日记给记下来 说儿子一定要好好学习 长大以后去看看世界 然后别人回复这是真的 没护照的不给办护照 有签证的会劝反 昨天助理去换护照 预约好了现场不说办理 没说具体的理由 以后出国旅游应该很难了 大家以前玩过就好 这不是说很久以前的信息 这里你看这里上边2022年5月8号 现在正在进行时 是正在进行时 不是说之前的信息过来拿过来炒冷饭 怎么怎么样 这里还有其他把这些微信群里边的一些截图 也给分享出来了 这里有三个 最左边这个有的没有达马赛克 我就是只露出一半 这里边说孩子公民妈妈的绿卡被剪了 广州就是在广州说绿卡被剪了 这里能看到广州弄变态 早上我朋友和我说的 他们去年年底出去的 现在开始丧心病狂了 就是最近的事 然后还有什么某某同事的朋友出国护照 不让出绿卡被剪 绿卡都被剪了 还有什么带个孩子 有绿卡也不让出 这是现在海关遇到的事情 如果说你一个人你出国 你要是别的国家的绿卡被剪了 你在领事馆里面好像还能够办出来 这个问题倒不大 你去挂个石怎么怎么样 你还能够办出来 如果说你的护照被剪了 如果说中国的公安局 他再不给你去办护照 这事就麻烦了 这事就麻烦了 你要照我现在说 窗口期又真的是过了 那么在这里 就是说再聊一种可能性 在这里就是说我怎么说 只是我的一些猜想 只是我的一些想法 就是说在什么北上广深什么成都西安 这些所谓的国际机场 你想出去海关 可能审查就非常严格了 咱也不是说一定就会捡你的卡 一定会捡你的护照 这个审查过程是比较严的 就是说你每个人如果说要想从这些机场关口飞出去 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工作 这个话术的总结一定要想好 你比方说前段时间有一个人从大连海关出去的 说你去干嘛 他说我去上日本去考察一下 然后你出去干嘛 他说出去做生意 然后主要还是想以后看看能不能在国内发展 这次去日本去看一看 如果说将来不给祖国添麻烦的话 我还回国发展 面子上的话 这个话术我随时比较笨的 你们可以在网上去搜一搜 特别是想出国的 把这些话术都总结好 把这个逻辑前后给梳理顺了 梳理圆了 在家里面对着镜子多练习几遍 万一遇到海关的关口的盘查 你可以不卑不亢的把这些之前练的话术给说好 至于什么翻墙软件 VPN了优管推特了 全部卸载掉这是一个准备工作 如果说再说第二种可能性 如果说海关真的是减卡的几率非常大 那么我就个人就觉得可能上飞机就比较困难了 在这里我就是说设想一个可能性 就是说通过第三国做跳板 你比方说中国的辽宁跟山东 离韩国就特别近 有没有可能 我不太清楚 从大连或者说从烟台威海 坐游轮 如果说去韩国旅游 这个海关会不会放松一点 我也不知道国内的人会不会 那些国宝会不会看我的节目 公民老黑有支招了 说大连跟什么烟台威海 这些什么渡轮的海关 有没有可能混过去 也有可能今天之后那边也加强审核力度 就是说渡轮先渡到韩国 从韩国做跳板 韩国那些机场的海关不可能是中国人 是吧 你从那个地方再跳 跳到日本跳到美国跳到欧洲 这是另外一种可能性 如果说这两种可能性都不行的话 那就只能说狼真的开始吃人了 狼来了 狼来了 喊了这么多年 喊了这几年 真的是狼出来了 真的不让出门了 关死了 窗口期已经结束了 那么在这种环境之下该怎么去做 我觉得如果说那些有志之士 想去做一番事业的 真的就是说准备跟他们复刻了 跟狼去打狼运动了 这也分两种 一种说是有胆 一种说是没胆的 如果说你要是没胆量 给他们死磕 但是你又想移民 你又跑不掉 你不妨从城市移到乡下 从东部移到西部 因为最近这几年国内一些深山老林里边隐居也是一个新兴起来的群体 隐居避世 因为在中国古代具有这种隐居避世的一个传统 在什么湖南湘西 什么凡镜山 峨眉山 中南山 还有一些什么包括福建泰姆山 我所知道的一些比较大山深处山高皇帝远的地方 你虽然说权力中共他还是能够抓进去 但是他们进山一趟一进一桌成本很高的 你要是真想避世可以选择去山里边隐居 这是有钱的不敢跟共产党死磕的 如果说有些人觉得胜窝可恋了 这辈子出不去了 那也没办法 你就想办法看怎么样能给共产党死磕 就死磕 斗智斗勇斗勇 先是斗智再斗勇 你斗勇的前提是先想斗智 我从来不鼓励别人去做那种 无谓的冲塌 无谓的牺牲 每一个觉醒者 咱这里就是不提什么二次三次觉醒了 就是说你在国内能够充分意识到中共 他做多少坏事 他是一个多么邪恶的一个团体 你想要去推翻这么一个团体 那么此时此刻就要想一想如何去跟他们斗智斗勇 知道吧 你看看特别建议大家去看一看什么谍战片 就是中共他在国内拍的谍战片 人家一潜伏都潜伏个一二十年 所以说你也可以把你这个种子 追求朴实价值这么一个种子深深的在心里边 慢慢的默默的生根发芽 起码在思想层面把自己给武装起来 然后再进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 把你的这种思想的成果慢慢的去灌输给他人 当初共产党在中国还是民国的时候 去发展党员的时候不也是这么搞的吗 去传播什么共产主义理想是吧 国内的朋友们也可以在国内去传播 普世价值的理想对不对 难道说你出不了国 你这辈子就没有意义了吗 你在国内你还是可以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前提是保护好自己 前提是不要暴露 也不用跟我去联系 你自己每一个人都是种子 每一个人都是活种 你们去传播思想 就是说土壤基础的工作需要每一个人参与进来 需要每一个人充分的发挥主观的能动性 去传播普世价值 其实这个也并不是说多么冒险的事情 平时你该干嘛干嘛 你生活当中比方说你是个做生意的 你天天你跟那些什么工商税务 牛鬼蛇神 天天给他们吃饭喝酒 有时候也能够碰到几个臭味相同的 能够聊得进去的一些党内的人员 喝酒喝多了 其实都不用你说了 他自己都骂了 可能那些共产党他们自己都骂了 这个共产党太王妈蛋了 他可能他们自己都骂 在那个时候可以稍微的去试探一下 看看他是否能够成为你的亲密战友 咱们从今天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海关狼来了 不让你出国 窗口即结束了 咱们要好好想一想 咱们这些普世价值的这些朋友们想一想 不要等着别人来去灭中共 不要等着天去灭中共 天灭中共 你等不来的 你也不要等着什么美国打中共 美国也打不了中共 你也不要等着中共内斗 他们内斗的过程中 然后中共瓦解都不要 再重复一遍 不要指望着天灭中共 第二个不要指望着美国灭中共 第三个不要指望着中共 他们自己内斗灭中共 怎么办 自己默默的去做一些基础的工作 去传播普世价值 先斗智再斗勇好吧 这是我的观点 如果说实在出不来 要想让自己的人生有点意义 可以参考我的一些建议 再三强调 先斗智再斗勇 不要做无谓的冲塔 好吧 我不是鼓励别人去做冒险的事情 那就先说这么多吧 我得带你这个农塔 我可以去农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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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去农塔